海外账户纳税法案 对于联岸市场投资业来说 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我是卢森娜·米兰达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杜高斯贝电视团队 为您带来的《圣保罗》在线 即将要接受我们采访的 是来自DMC的唐希摩 请问一下 请问究竟什么是海外账户纳税法案 海外账户纳税法案 最初是由美国国会在2010年内通过的 该法案的出台 初中是为了收集与完善美国公民和居民 在全球范围内的 其他司法管辖区内的税务信息 有多少国家参与了呢 截止到11月份 在全球范围内 已经有79个国家 与美国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 IGEE其他一些国家也正在讨论另外一种税收的合作方式 目前为止 可供选择的共有两种税收合作协议 一种是IGEE也就是国际政府合作协议模式一 另外一种就是模式二 协议模式一和模式二的主要区别就在于 在模式一中由本国税务系统来调整该税收 然后与美国联邦税务局同步信息 而在合作模式二中 则直接由外资经济实体与美国联邦税务局 在基于FFI的特定协议的基础上进行信息同步 您能不能举例说明呢 哪些国家选择了模式一 哪些选择了模式二呢 好的 在已经签订协议的79个国家中 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合作模式一 理由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本身已经开始就海外资产征税了 在他们自己的司法体系中 已经收集了公民在这方面的资料 但是通过对外金融机构直接搜集信息 无疑是更简单的方法 收集完成后 只需要和美国联邦税务局同步就可以了 而选择了合作模式二的国家 例如日本 瑞士以及白木大 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一样 他们的对外金融机构 例如像定居地 会主动和美国联邦税务局同步信息 您能否给我们一个百分比 全球有多少机构加入了海外账户纳税法案呢 根据现有的统计 有40万到50万个对外金融机构 正在申请成为海外账户纳税法案的合格成员 目前为止 已经有10万个机构注册成功 也就是说 申请的成功率为20%到25% 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全球人口自由分布 流动性大这个问题 目前 审核的节奏也正在放缓 今年的申请截止日期是12月31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今年延长申请日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那么 您认为海外账户纳税法案 在离岸经济中的优势有哪些呢 对于离岸金融服务业来说 海外账户纳税法案 在有效地打击那些试图洗钱 和从事避税的金融机构方面 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作用 以及对全球范围内的税务监管 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确保离岸经济有一个更加透明 以及更加完善的金融环境 您能否和我们谈论一下DMS DMS是一家成立于2000年 专门从事离岸金融服务的公司 我们是全球领先的基金管理者之一 我们的目标是让境外投资 变得更加的容易 我们提供基金管理 银行托管和企业托管等等 同时我们还提供税务信息服务 那么请问在不同的国家之间 如何进行离岸交易呢 例如开曼群岛已经成为 离岸金融中心和税收中心 全球化是交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当不同国家的人或者公司 想要进行交易的时候 他们都想要找到一个中立的地方 来进行自己的交易 开曼群岛目前在这方面 做的是非常成功的 它让更多的公司和人们走到了一起 并且让交易双方都处在一个 相对完善的司法体系中进行交易 唐希摩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感谢邀请 这就是由卢森纳米兰达为您带来的 杜高斯贝圣保罗在线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